近日,伊朗总统宣布将正式退出其对伊核协议的第三步承诺 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背景?美军方面对此会有什么真实的反应?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 从9月5号开始,伊朗将正式退出其对伊核协议的第三步承诺 此前,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对欧盟提出新的要求 要在四个月内获得150亿美元的收入 但是,欧盟涉于美国方面的压力,对伊朗提出的获得150亿美元的要求 欧盟其实是根本无法予以满足 在欧盟软弱无助的状态中,更是被美军逼到墙角的绝望之中 伊朗人决定迈出这危险的一步 新型离新机将开始日以继夜地启动 这一切都是为了迎接伊核危机至暗时刻最终到来 而伊朗外交部长的此番声明看似气势汹汹,口气强硬 但实际上是伊朗人在绝望之中发出的呐喊 伊朗每天出口原油量不足50万桶原油 特别情况甚至低至20万桶以下 对伊朗方面估算,至少要每天出口100万桶原油 才能维持伊朗目前的经济 然而伊朗方面打打嘴炮显示一下必要的决心 但毕竟解决不了真实的矛盾 针对美国一环接扣一环的制裁行动 伊朗连续准备打出三张牌 首先就是要向波斯湾地区部署新型反舰弹道导弹 这显然是奔着林肯号航母去的 第二个就是重启核开发 伊核协议已经走完了两步 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步了 而伊朗能打出的最后一张牌 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战 但这样势必把伊朗与整个世界彻底对立起来 因此目前伊朗人认为最有效的办法 还是打出第二张牌比较管肉 就是尽快生产出风度超过20% 甚至达到90%的武器及浓缩油 那么伊朗距离拥有核武器只是一步之遥 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 并对伊朗采取大规模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封锁的本意 寄希望迫使伊朗方面能够彻底屈服 会坐下来再次与美国重新签订一个屈辱的新版伊核协议 伊朗人不屈不挠 目前的局势是伊朗进行反极限施压 把这颗即将引爆的核定时炸弹 又交给美军及美军在中东最忠实的盟友以色列手上 一个手里尚且没有核武器的伊朗人 现在都从来不把美军放在眼里 那么再过一年甚至半载左右 伊朗人或许将拿出真实的原子弹 那时的美军还敢继续像现在这样 天天跑到伊朗家门口摆开阵势 还是先回家看好大本营才是务实之举